向甲第三轮的精彩对局 此前四川队4比2领先杭州队一局 所以这盘王天一志在必得 那杨辉先手采用中炮强挺三兵 王天一选择三步虎抢先出局 此时红方也有强挺七兵 形成双头蛇的流行变化 但实战杨辉选择马八进七 稳步进去 黑方挺足致马 红方左炮过河 将来四机炮打足或者平炮压马 以下马二进三 炮八平七 炮二进二 红方出局捉炮 黑方出局保炮 准备对兵火马 发挥巡河炮的威力 红方先进局掩护巡河 黑方逐七进一 红方再兵其进一 不让黑方轻易的发炮 以下逐三进一 居八平七 逐七进一 红方驱逐 捉马 黑方越马盘和 那以往 红方出现过 居三平四的变化 引诱黑方 居八进四 红方在居一平二 抢先腰队 但黑方这里有一步 翘首 值得一提 爆 回马金枪 咬红炮 红方如随手 躲炮 黑方可以平炮 打马 明显主动 我们回到实战 杨辉也不急着 平击捉马 先局一进一 准备平击站立 黑方飞向 巩固阵型 红方居一平四 捉马 黑方近居保马 红方在平居捉马 黑方只能退马 红方在马七进六 咬炮 试探黑方的应手 如随便平炮 那红方可以前居平三 针对黑马 另外 如果进炮 比如说进一 红方可以退马咬炮 根据情况 马三进二 黑方也没有便宜 回到分水岭 最后值得一提 黑方如沉底炮 那红方还可以马三退五 准备马五进七 连环马 黑方也没有什么后续 所以实战 王特选择一攻为首 平局捉马 同时掩护左马 红方顺势跳马 暗藏马踩扁足 利用双鞠盯住 底势 所以黑方先不适 巩固阵型 我们来到一个关键点 红方 红方此时比较紧凑的下法 应该是马二进三 压黑马 咬黑炮 还拂有二手 黑方如水手炮打兵 握手捉马 也由此可见 红方上一步马二进三 亚马的唯妙之处 这起发展下去 红方明显主动 但实战 杨辉的进攻思路 可能受到屏蔽器的影响 选择马二进四 他心里想 等农民马七进六 那我鞠吃马 红方稳战先手 利于不败 但杨辉万万没有想到 对手不是农民 是坏心人 BOOM 平套腰队 恰到好处 憋住红马 同时化解红方 中路的攻势 那尽管如此 红方还是应该直接对马 争取捞一个中足的实惠 现在形成要双 内方只有马彩 红方在炮打 下一步进居捉马 必要是兵武进一 红方还可以战 但实战 杨辉突然味疼发作 主动对炮 却导致局面下滑 以下足五进一 马四进三 举起退二 红方不但没有了中炮 也占不了多中兵的优势 反观黑方 随时居杀底下 炮打边兵 反击 已经稳散 优势 那以下红方退炮 准备平中 农民先白吃白喝 红方炮七平五 瞄住中足 但老王不为所动 退居捉兵 攻守兼备 红方如果炮打足 发展下去 黑方下一步 居二平四 或者炮打边兵 都是明显主动 所以实战 杨辉没有打足 只好居四进二 腰队 寻求剑化 以下居七平六 黑方在近距捉马 红方跳马 准备马四进二 或者炮打中足 但王天一也非常老练 退居掩护足领 攻不忘手 以下炮五进三 居二平六 威胁炮九平六 红方赶紧退马 黑方平居捉马 红方近马要居 一方再平居 红方再退马 那王特 终于选择对居 再炮打边兵 红方跳马 咬足 但以下炮九平一 马三进一 形成马炮兵 对马炮足的残疾 但红方缺项 而且中兵容易受攻 确实不好手 我们来看 黑方跳马咬兵 红方兵武进一 黑方再跳马咬兵 红方只好退马抱住 以下足以进一 红方不适 黑方再冲 红方进跑 准备兵武进一 但想得免 黑方简单出将 恰到好处 威胁向吃马 以下炮五平四 向七进九 红方无奈 只好逃马 黑方顺势 退马踩兵 传说中的持光战术 以下马五进七 平降 马七退六 应用黑方马换炮 但也是想得美 黑方退向 红方平炮 黑方退马 红方退炮 黑方进马 红方再退 准备腰队 黑方沉底炮 威胁马四进二 着实红向 那这起 红方无论如何 也应该退马 先憋住黑马 将来凭边炮 退回来防守 还可支撑 但实战 杨徽已经崩溃 马六进八 老王顺势 马四进了 准备破向 叫杀 红方出帅 先解杀 但王特 死子不急于痴 先平炮打马 逼红方表态 以下马八进六 出将 马六退五 黑方在马踩上 威胁马三退死 挂脚马杀 红方只好上帅 不过大势已去 以下 黑方先把马运回一个高位 再让过河族逼近九宫 然后适当时被高向 缩小红马的活动范围 也是非常老练的残棋技巧 那么最后 红方超时叛復 就算不超时 将来黑方马四进六 再平六路跑一将 配合沃潮马高阻 红方也难以防守